围绕佩洛西访台一事 近期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行动又来到一个新高峰 而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发表了一份意味深长的通告 称在华美国公民如玉紧急情况因联系地区大使馆或领事馆 并且目前美军的至少一艘航空母舰以及配套的水面作战编队可能已经进入南海九段线内 并且在连续一个多星期时间里美天渡 有多架美军军机高强度袭扰中国东海 南海 另一边解放军对应的军事演习也已发出通告 不难看出围绕佩洛西访台一事 中美两军已剑拔弩张 虽然说我们并不倾向于这次闹剧会引发最终比较严重的军事冲突 但也要明白一点 那就是对中国开战这个选项 至少已经是美国决策曾考虑过很多次 并且将其视为一种可能性 已经进行过详尽的战略规划 要知道 1930年的时候美军就已经制定了针对包括加拿大 英国在内的各个盟国的战争计划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 类似的战争计划美军肯定也制定了无数份了 不过我认为 他们虽然制定了很多种战争计划 但这些计划并没有生在一个好时代 因为过去错误的战略决策 美国做过了数次对华开战的窗口期 而如今他们肯定有围绕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的战争计划 但形势比人强 在错误的形势下 再好的计划最大的作用恐怕都是安慰自己 我不认为美国政府做好了趁热打铁载 这次趁着佩洛西访台挑起战争的准备 要打赢一场战争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 被动使用这种条件也好 主动促成这种条件也好 这些条件大体上包括四个部分具备可行性的战略目标 足够实现战略目标的军事实力 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心 以及承受失败的准备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并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纸上谈兵 军力对比能够衡量的 比如说阿富汗战争 很多条件上就是利好美国的 它立班的军事力量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薄弱 无法与美军相比的 美国政府也拥有足够的决心与动员能力 去支撑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况且911事件之后 哪怕所谓的反恐战争烧钱 但美国公民没人会反对 最后美国也拥有足够承受一次失败的能力 比如说撤军阿富汗之后 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影响也没有到不可接受的地步 中国和俄罗斯还是承认在阿富汗问题上 美国拥有话语权的 这一点上比当年美军打输越战直接丢掉 整个中南半岛的影响力而言是好很多了 但为什么美军打输了阿富汗战争呢 因为他们并没有设定一个政治上具备可行性的战略目标 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所作所为自然是罪证如山 但毕竟现在是21世纪 相比起历史上 美国人在美洲大陆上发动的规模数千万人级别的种族灭绝行动 现在这种事情是干不了的 他们没有彻底剿灭塔利班的能力 也没有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稳固政府的能力 在这方面美国甚至比苏联还要差很多 至少苏联建立的阿富汗亲苏政权还活到了苏联解体之后 在我看来 政治上具备现实可行性的战争目标 是打赢一场战争的根本 这比军事实力 战争决心 承受失败的能力都更加重要 因为穷国有穷国的玩法 富国有富国的玩法 最大的威胁从来不是自己不够强 而是找不准自己的定位 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一只像样的海军都没有 但我们对于自身的定位足够清晰 所以国际地位也是比较高的 在这方面 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 对中国开战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是否能拿出一个有收益的 并且具备现实可行性的战争目标呢 我看很难 首先 现在的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 与199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 新冠大流行改变了很多东西 对比其他国家 中国的防疫政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这是心理上的一次重大的激励 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国社会制度自信 以及对自身优越性的认同方面达到了自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的顶峰 再加上与美国在文化上巨大的相性差异 这就决定了当下的中国在反美程度上完全可以根据现实需求进行调整 并且如果美国开战 反美变成一种思想刚硬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意味着 至少1990年代那一代成长 发力于冷战时代的美国精英们脑海中希望看到的 以寻求政权更替为目的的对华全面战争不存在现实可行性 对于这一点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很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去年拜登就表态不寻求对中国发动政权更替战争 另一方面 既然无法实现政权更替 就意味着其实美国能从对华战争中获得的收益恐怕是极低的 无法通过战争获得直接收益 只可能是通过战争进行止损 比如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 并且中国的存在本身是美元霸权最大的威胁 为了捍卫美元霸权 保护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绝对优势地位发动战争 这是止损而不是获利 但既然是止损 就要考虑投入是否划得来的问题了 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 就是美军任何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都断然不可能去考虑陆军登陆中国沿海 换而言之 美国可能发动的战争的主战场 一定是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区域 比如说台海 南海这种热点地区 投入相对较小 且在这些地区的军事行动围绕的目的 也是止损 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已经错过了对华开战的最有利的时期 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非常庞大 而且其实距离美国也很远的国家 发动一场战争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 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其实很缺乏足够的战略支点 他们并没有直接开辟陆地战场所需的条件 战争的成本如此之高 而只要无法实现政权更替建立 亲美政权那么战争的收益就极小 这种情况下就算能打赢但也只是军事上的胜利 政治上恐怕是吃亏的 简而言之就是两败俱伤 让第三方减了胜利果实 如今美军对华开战的战场 只可能是海外了 台海南海是两个热点 但在我看来 台湾问题上美国主动地打破现状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太大 美军最希望的战场恐怕还是在南海 因为现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逻辑与利益基础 本身决定了台海战争对中美两国其实都存在一些负收益 只不过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主权问题 中国是强主权国家 拿回台湾能够获得足够的利益去抵消负收益罢了 而对于美国来说 台湾问题上打破现状无论如何都是负收益的 打输了 岛上的伪政权直接没了 美军的第一岛链就此不复存在 然后拱手为中国送上统一 除此之外 美军天兵形象被打破 未来崛起的殖民地强人将敢于挑战美国 这种损失是天价 而大英了 又能怎么样呢 难道说还能给岛上的伪政权台进联合国吗 难道说现在的美国政府还能和中国大陆断交 并与台当局建交吗 不可能了 中国的体量那么大 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哪怕是双方关系紧张 这都是美国的基本利益 否则东亚地区那么多事情 美国人还管不管了 要管那就得是中国配合的情况下才管得到 更何况美军要在台海一战 这仗还不好打 但南海就不一样了 解放军在南海军事建设搞了小十年 成就还是挺多的 南海上已经建立了好几座大型军用机场 以及配套的周边小型岛屿基地 但比起台海 解放军在南海的作战能力要弱不少 台海周边1000公里范围内 有解放军的数十座军用机场 大大小小的军事基地 可以支撑解放军总兵力 投入半数以上在这一地区执行任务 但南海要差很多 而且美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是有机会带来正向收益的 因为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并不需要以全面战争的逻辑寻求胜利 美军并不需要寻求 以摧毁解放军在广西 东东海南等地的军事基础设施作为目标 他们的军事目标完全可以局限在南海中部海域 这一地区距离中国本土 也差不多是1000公里的距离 美军如今仍然有先翻中国南海布局的潜在力量 美军要打赢 战略上的目标肯定就是摧毁解放军 在南海中部的军事基地群 并且展示他们仍然有能力控制南海 与台海之战不同 因为南海地区解放军能投入的作战兵力相对有限 因此美军发动战争投入资源的规模层级也可以有所减少 与台海之战那种可能是数十万亿美元的投入相比 南海一战相对比较经济 而且打赢了之后收益足够大 比如说现在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是不替南海领土争端了 但是如果美军能证明他们仍然有能力控制南海 越南恐怕会生二心 而与中国隔着南海的菲律宾 那无疑是要跳反的 就像他们在2016年时候所做的那样 而另一方面 东南亚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一个地区 因为东南亚在过去与中国的长期贸易中积累了足够的基础 他们的公民教育水平比非洲 拉美国家都要更好 只是比不过中国 然后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也比较不错 东南亚地区客观上是未来承接落后产能的重要区域 美国这些年不是一直嚷嚷对华脱钩吗 对华脱钩的核心部分就是美国扶持东南亚国家产业发展的计划 但是现在这个计划推不动 因为东南亚国家并不怎么买美国人的账 他们本来在经济上就高度依赖中国 然后也不希望卷入中美可能的军事冲突中 加上中国实力足够强 包括越南这样的国家是比较有资本对美国喊价的 但如果说美军能在南海取得一次关键性的军事胜利 他们有望扭转这种局面 所以在我看来 佩洛西访台仪式虽然恶心 但其实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能打的牌并不是特别多了 因为无论如何 其实台当局自己也不是太敢真的把法理台独变成现实 中国大陆毕竟是全球体系内无法替代的一部分 而且台当局要真的这么搞 他们以后对大陆还有什么牌可以打的 维持台湾问题的紧张性 并从中获利 维持台湾的模糊地位 这即使也是台当局的一个重要利益 至于说挑衅大陆 这是获取利益的手段 但根本上讲也不是他们的核心目的 台湾问题的副收益 主要是丢人 现实层面倒并不是很危险的 真正危险的是南海 如果说美国未来要发动战争 那么最有可能的主战场一定是南海 但我们知道一点 就是2016年的时候 美国其实有一次很好的在南海开战的机会 当时解放军在南海的军事部署 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海军连一个航母战斗群都拉不出来 主战装备的技术水平只是勉强追平了美国 但现在那时代变了 现在南海舰队的主力装备已经比美军更先进了 这一仗虽然还是很艰巨 但相比过去 我们的胜算已经大大增加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